就是快过年了 过年不有年夜饭吗 从玄学角度 您给大家开启一下吧 年夜饭就是团聚 团聚是过去中国有个传统的 我吃年夜饭讲起来是团聚 但是还是家里要有个人不在 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有一个人全部都在的话 过去讲就是有一个老人会走掉了 明白了吗 因为有一个人不在 所以家里总不能团聚 这个老人就 就是跟年晚老爷就有理由讲 因为我一直没有全家团聚过 所以我就不想走 过去是这样的 听得懂吗 好 听得懂 那我们吃年夜饭要注意什么呢 师傅 吃年夜饭没有什么 吃年夜饭实际上就是团聚 一般的菜啊 做菜啊也是要团聚 做做成双不成单的 成成就是人家说啊 吃两碗 你吃两碗饭 对不对啊 你要吃假装吃不下也得添一下 你如果吃三碗饭 你必须要吃四碗 就是成双不要成成单 年夜 年夜饭而且而且还有就是除旧嘛 除旧嘛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在在自己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讲一些过去的事情 讲完了就不要讲了 新年就不要再讲了 把把过去的事情要商量的 年初一这一天不要讲 那师傅如果吃年夜饭的话 吃荤的话是不是最佳一等了 年夜饭呢 就我们对对我们吃素的人是一样的呀 你还是吃素呀 不要吃四碗就好了呀 为什么去吃荤的啦 对不对啊 你说家里人逼着你吃啊 你就吃菜边菜啊 肉边菜也可以啊 不要去吃啊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吃的开始 回家呢 心里感到很踏实 回家回家 回家 我现在跟其他在一起呢 回家 我现在回家过年 很想回家 是不是现在就是快要过那个春节了吗 很多人就贴那个福字和春梁 那个你明什么讲吗 有讲呢 那个福字不能倒过来贴的 哦 这是不贴吗 不贴也可以啊 我告诉你 倒贴还不如不贴啊 因为这个福字本身应该正写才有福 这叫正福 那么为什么会到呢 就是因为过去人家说讨个口才广东人 说话要福到了 也可以 你写道字了 那你说的可为了这个一个口才 人家又不讲的 你把整个的福气全部倒过来 你去看 贴福倒字的人 家里有几个人 发财了 你去看看啊 不好啊 当然不好啊 实际上超过12点钟烧的都叫头头响 很多人傻傻的 11点钟就开始了 这个根本还没过呢 其实你已经到过年这一天了 你必须要守一年 一定要守过12点钟 守过12点钟才叫新 你想想看很多人 很多人傻傻的 11点钟去烧头响了 你说说看 你还是在回忆去年 还是在祈求去年当中 你没有进入新年 你怎么祈求新年呢 你在 你在 你在这辆公共汽车上 还是在往老路在开 而且开到底了 你在年三次晚上 11点钟烧 烧的头响 不是你还在 祈求 2016年好吗 你想想看 就这个一个小时 你都熬不过 所以很多人 一开年就倒霉了 我收过头响 怎么还倒霉 因为你根本没有 进入一个新时代 实诚不对 为什么年初一 对我们一天比较重要呢 因为年初一 天神 天上诸禄菩萨 就每个禄的菩萨 就是还有天神 还有大菩萨 全部会在整个年初一 在天上 他们全部关注着人间的 就是新年一时 万象更新 这一天 所以第一天为最主要 所以很多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爸爸妈妈说 哎呀扫子 我不要把地 好像扫到外面去 为什么往里边扫 就扫出去的话 你会把你家里的 好东西会扫出去的 其实呢 它主要是 美露诸神菩萨 传管在下面呢 所以你这一天 如果做坏事了 你一年 你就没有好的结果 比方说 你这一天 被爸爸妈妈打了 你肯定是犯错了 你一年都会 爸爸妈妈打 这是从小 我们就是知道的事 但是我现在 讲给你们听 为什么这个道理 就是天上的菩萨 知道你犯错了 被爸爸妈妈打了 他们就给你寄 他非但不原谅你 而且他会帮你寄下来 你这个人 这个时候冒犯过父母 或者做错什么事情 你这一年 他就给你寄上 个很差的 这个记录了 所以你这一年里面 就不会好 所以是这样 如果你在一年里面 比方说你 到了一个佛堂 或者到了一个观音堂 比方说你来 哎呀帮助人家了 做善事了 哎呀老妈妈 服务他们磕头了 跟他们讲了 这一会儿呢 到自己家里去照顾 照顾妈妈 打打长途了 或者对自己丈夫 拍点好的东西 给他吃吃了 哎呀你这个一年 菩萨在天上一看 哇这个人很好啊 很有良心啊 很善良啊 又念经 哎呀给他记上好的 你整个一年 都会消掉很多的 不好的东西 因为在年初一这一天 你所做的善事 只要你在菩萨面前 讲一讲 我今天 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做多少 做善事 许愿也特别灵 然后呢 你再做多的好事 他就可以把它 化成功德 功德就能消除 孽障 孽障 就是你倒霉的东西 叫孽障 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 你只要在年初一 多做功德 多做善事 一转弯 你整个一年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我就恳请听众朋友们 这一天呢 什么都不要讲 拼命做好事 拼命做善事 念经拜佛 打电话问候了 哎呀 好开心的心情 你一年 菩萨都会给你个好心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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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